在台灣溫泉產業的發展 我們首先要去談的就是有關台灣的溫泉鄉的發源 在17世紀的時候就有西班牙人在北投陽明山這一帶來開採這個硫磺的記錄 但是他們把這個溫泉看成為毒水 所以他們並沒有在這個地區再持續的開發這個溫泉 在清朝的時代台灣的這個溫泉發展也沒有針對這個溫泉去做利用 有效的去做利用 到了日據時代的時候才有日本人開始去慢慢的開發我們台灣各地的溫泉區 在北投地區是第一個浴場 這個浴場就在北投地區有一個叫做龍奶湯的附近 那當時被稱為湯龍 而這個溫泉鄉的這個商業化 它的開端其實是在1896年的時候 由田狗安開始執行 那接下來我們要談到是台灣溫泉產業的發展史 那我們台灣的這個歷史由來我們大概可以跟它分為四期 那第一個是清朝時期 第二個是日據時期 第三個是地熱時代 那第四個是溫泉時期 那在清朝的這個年代 那清朝康熙在36年 西元1697年 浙江人河縣 諸生玉永河記在北投採礦 那在其所著的這個北海遊記中 有敘述大屯山火山地區的一個狀況 他說 石座藍丁舍 有廢泉 草舍枯黃 無生姬 山路白氣窯 視為黃穴 穴中毒氣噴仁 觸腦欲裂 三百餘年大屯山火山仍沒有太多的變化 那這是一個有關台灣火山溫泉地質的一個敘述 那在台灣北部啊 剛開始逐漸開發 那鮮明也有利用這些溫泉啊 去做沐浴啊 還有這個治療皮膚病 那在光緒的19年 在西元1893年的時候啊 德國人歐立在北頭設立俱樂部 這也是台灣溫泉的鋁舍的一個始祖 那在日據時代啊 日據時代是在西元1896年到1945年之間 一共有50年的時間我們稱為日據時代 那他站台之後啊 也逐漸開發到台灣的溫泉 那日本啊 統治台灣的這個治安力量啊 以警察為主 那派出所啊遍布各地 台灣的主要的溫泉資源啊 大部分都這個時間啊 被發現的 那而且都有統治力量 收歸公有 那設置的警察療養所 來提供啊 作為這個休閒啊 療養身心的地方 那在這個各地 著名的溫泉區啊 其實都有這個警察機關 所經營的這個景光山莊 那這也是承接啊 日據時代的警察療養所 那變成現在我們所看到的這個景光山莊 那除了靠近台北的北頭之外啊 還包含了郊西、清泉、泰安、關子嶺、四重溪、資本等啊 都是日據時代啊 就已開發的一些地方 那我們接下來談的是地熱探勘的時代 那在1962年啊 美軍顧問啊 向李國鼎執政 建議開發地熱資源 那由是由中國石油公司啊 聯合礦業研究所等單位啊 來積極的做這個地質的調查 那地溫的測量 地球物理的探勘 鑽井探勘等 多項大區域的地熱探勘 那於1966年起 大屯山的溫泉地區啊 鑽地取景 那在陽明山馬潮的地區 鑽渠的深度啊 大概是1000餘公尺 那溫泉的這個溫度啊 是在攝氏300度 只可惜因為這個地熱啊 的流體 它是賦予這個強烈的腐溶性 那當時啊 沒有這個井下的鋼管啊 可以承受這個酸度 那以至於鋼管啊 必備侵蝕啊 滲透啊 所以無法久用 那因此在1974年啊 全部都結束這個區域的地熱探勘的工作 除了這個北投地區 陽明山地區以外啊 那在礁溪也有這種屬於這種碳酸泉的這個 這個泉景去做這個取熱 探勘取熱的這個行為 那但是因為它會容易結實 所以因為阻塞的關係 之後這個有關取熱發電的這個動作 它就也一樣是取消了 那在溫熱時代啊 在台灣1990年解嚴以後 引進關於溫泉的這個旅遊相關的資訊啊 促使國內的這個溫泉經營業者 也有大幅的改革 那最主要就是都參照日本溫泉的這個經營模式 那改良為這個休閒娛樂啊 附加健身美容 以養顏及這個療養的這個泡湯文化 那再加上我們國家積極的推動啊 綠色旅遊政策啊 那政府單位上至中央下至地方 也有投入很多很多的這個經費啊 那擴大既有的這個溫泉的溫泉產量 那找尋新的溫泉資源 那最主要是期望要滿足啊 日益增加的這個溫泉的消費 那溫泉資源啊相關的產業啊 因此而急速的發展 好接下來我們要針對啊 我們台灣幾個有名的這個溫泉區 來去談它的這個歷史 那首先我們要談的是北投溫泉的歷史 北投是在1894年的時候啊 是所謂在北投開發溫泉相關的產業的一個時期 那在1960年啊到1970年啊 這個民國五六六零年代啊 其實有這個溫泉的旅館大量的建立啊 那當時啊最多 差不多有70多家的這個溫泉旅館在經營 那在1975年之後啊 這20年間啊這個旅館業就慢慢的走下坡 那有近50家的旅館業啊 就繼續的停業 那在1998年的時候 內政部啊將北投這個公關溫泉啊 列為這個三級古蹟啊 那這個當時啊是由一位當地的一個國小老師 他所發現的 因為當時是那個雜草重生 那因為這個國小老師他去探險以後啊他才發現說 欸這裡有一個古蹟 那所以才提報這個文化局啊 那由文化局去做這個北投溫泉博物館的整修 那隔年在觀光局在1999年的時候啊定為北投的這個溫泉連啊 那推動全民認識北投溫泉資源啊以及他的文化 那重新帶動北投的溫泉產業的發展 那其實在北投地方啊 他有一個特殊的一些產業啊 他包含了有這個女性的適應生啊 那所謂的女性適應生啊 就是我們簡稱的這個培育 就是由女性來去接待那母語 也因為這樣他這個北投的溫泉區啊 他成為這個當時的這個深色場所啊 那其實在美軍駐台的時間啊 其實美軍在召集娛樂的時候也是都在北投啊 那由於這個色情的持續的氾濫啊 那有損國家的形象啊 所以這個制度啊 在1979年的時候啊 就被政府所廢止了 再來是限時專送的這個特殊的行業 那也因為啊 有這個女性的適應生的服務啊 那為了要便利來載這一些 因為這個適應生啊 所以他就慢慢的營運這一種行業 那這一種限時專送這個行業啊 他從早期的三輪車啊 甚至有黑頭轎車啊 到了1950年代以後啊 慢慢的逐漸由機車接送 接下來還有一個特殊行業 他叫做Nakashi 那這個Nakashi啊 起初是北投的這個溫泉業者 為了要娛樂日本啊 或者是台灣的客人啊 那在早期是有這個三位線啊 或是南館的音樂 那在隨著這個1925年啊 隨著這個收音機的年代的來臨啊 那自創的這個歌曲啊 流行的歌曲啊 那在當時是一種最主要的一個娛樂 所以這個Nakashi啊 它因應而起啊 那這個Nakashi 其實它就是一個賠唱 或者是說伴奏的一種走唱的一個行業 那也隨著這個北投興起啊 這個Nakashi的這個行業啊 慢慢的也成為這個去到北投 它必須要去尋找的一個娛樂場所 那在1979年之後啊 也隨著這個溫泉產業的沒落啊 那客人也慢慢的轉為這個喜歡這個卡拉OK 所以這個Nakashi這個行業啊 也慢慢的就沒落下去了 那因為北投啊 離台北市中心啊是很近的 而且它是山民水秀啊 那其實是它討論這個有關電影的劇情啊 那拍攝電影的一個好地方 那北投啊 當時在聚集了很多這個電影產業的人員啊 所以在北投地區啊 又稱我們台灣的好萊塢 因此在60年代啊 剛70年代 台灣電影的蓬勃發展時期啊 連帶著這個北投地區溫泉飯店與這個附近的餐廳啊 生意非常的興盛 陽明山溫泉的相關的歷史 其實它跟北投的地域是差不多的 那它在早期也是一樣是 大部分都有當地的原住民啊所發現來使用 那這裡面當中啊 也有很多一些相關的傳說 周遭都是一些著名的觀光景點 根據文獻的資料記載啊 在1626年的西班牙 贊助在台灣的這個北部的時候啊 它就開始有做這個溫泉的一些相關的活動啊 那包含去開採這個硫磺等等啊 那在陽明山啊 其實它最著名的啊 它包含了有這個馬潮的溫泉啊 還有沙茂山的溫泉 那它之後啊 它的經營模式都 大部分都是以旅設啊 或者是餐廳啊 布設這個溫泉池來經營 接下來我們要談的是 礁溪溫泉的歷史啊 那礁溪啊 其實它是在台灣 比較少見的 它這個溫泉區啊 是在平地上 那它的這個泉質啊 是碳蒜氫鈉泉 那這個礁溪的地名啊 它的由來啊 據說是當年漢人啊 入墾啊 那因為看到這個溪床乾枯 那這個溪谷中年砂石堆積啊 所以顧名稱它為礁溪 那現在的礁溪啊 這個名字啊 原來是當年的這個 漢坑啊 演變而來 那但是仙人啊 它萬萬沒有想到啊 後來這一帶 那冒出這個溫泉啊 那之後這個地方 我們又稱它為湯尾 或者是湯宅城啊 那演變之今啊 為現今因為溫泉而文明的 這個礁溪的風景區 接下來我們要談到的是 資本的溫泉歷史 那資本的溫泉風景區啊 是台東縣的第一個 文明海內外的溫泉風景區 那它最主要是以泡湯 還有享受這個森林浴啊 來為出名 那是台灣規模比較完善的一個 溫泉鄉之一 那更是我們台灣八大民景之一 那在東部地區是非常非常的有名 那在這個資本的溫泉的歷史喔 它其實它是非常悠久的 那再來就是因為它的這個 這個運藏量啊非常的豐富喔 所以我們可以在它的這個 呃膝床啊 常常看到這個明明冒出啊 一些這個呃野溪溫泉喔 好最後我們談到四重溪的 溫泉的相關歷史喔 那在四重溪啊 是屬於沉積岩分布的地區 那也因為啊它的天然溫泉啊 是地底下自然湧出的 所以我們稱它為這個出湯 那在清朝同志年間啊 那沈寶貞提兵巡台啊 那四部溪水道這個地方 所以它稱為四重溪 那在1895年啊 日本憲兵屯鎖巢長高橋啊 那在四重溪足有小屋 那並建有那個浴巢 那逐步開發了四重溪的溫泉 那到了西元啊1898年後啊 那恆春的這個廳長啊 柳木通藝啊 那為了要開發四重溪 那並設置啊 這個警察派出所 那湯玉 那慢慢的就有這個 溫泉區的一個雛形 那在1917年啊 由於這個 物產交換業者啊集資 那完成基礎的一些溫泉的建設 那來提供這個 呃浴客啊方便來使用 那自1950年 正式將四重溪改名為 這個溫泉村